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新红旗让梦想成真的品牌发布会最近在北京举行 时至今日 红旗已经成立了快60年了 这款堪比林肯的总统作家 也不是谁有钱就能开得起的 可如今面对茫茫汽车大潮涌动 红旗终于明白走亲民路线才能夺得天下 因此才有了此次品牌战略发布会 这次发布会也确定了红旗未来的品牌理念和战略目标 新红旗的品牌理念是中国式新高尚精致 战略目标则是 红旗预计在2020年销量达到10万辆 2025年只充30万辆 截至2035年年销量突破50万辆大关 本次发布会上 红旗车标也患然一新 新车标源于飘扬的红旗 象征激昂的精神 整个车标采用金色和红色搭配 彰显民族特色也很具有档次感 不仅如此新推出的红旗概念车 也是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前脸进气格栅采用直扑式设计 终于是对称的设计 而全新红旗徽标则恰到好处的 嵌入进气格栅中 整个看起来绝对可以和美国总统车 林肯一较高下 另外整车线条优雅彰显大气 不得不感叹总统级别的车就是那么牛逼 据悉红旗未来会推出四款车型 分别是L系、S系、H系、Q系 L系是新高上至尊车型 S系是新高上轿跑车型 H系是新高上主流车型 Q系是新高上商务出行车型 不仅如此 为了响应国家对新能源车的号召 到2025年新红旗将推出15款纯电动车 在今年首款EV纯电动即可面试 明年首款燃料电池车也将开始运行 发布会之后L5定制版就可以预定了 限量100台 小编觉得红旗的春天就要到来了 曾经多少小伙伴巧手以盼 都一车难求 如今红旗新型车重磅推出 红旗粉们终于可以一亲方则